中国搞新能源汽车就是为了解决石油短缺造成的卡脖子问题 但是现在锂电池的原材料不足 出现短缺 甚至将来还可能卡住我们的脖子 对于我们以及世界上其他的科技强国们来说 锂电池原材料变得和石油一样 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都在进行一场艰难的争夺战 今天将继续用一个视频为大家讲清楚 新能源汽车背后的遮羞布 一周之内风涨两次 特斯拉为什么这么好恨 有些人说它是把中国的消费者当韭菜割了 从数据上来看 这两波涨价确实很 3月10日 第一波涨价一万 仅仅五天之后又怒涨两万左右 两次价格调整总共涨了三万 让很多特斯拉准车主 纷纷指着马斯克的鼻子骂 特斯拉黑心 甚至有些干脆不买了 但老实说 这次还真冤枉了特斯拉 有三点原因 其一 涨价并非特斯拉挣钱的模式 低价占领市场才是他们的策略 这可不是我在为他们洗白 而是行业内公认的事 在马斯克的理念中 第一性原理才是特斯拉的根本 这个原理看似复杂 其实核心就只有一个 效率要高 挣钱也是如此 通过降低成本来迅速占领市场 而不是提高售价 追求利润 特斯拉一直走的是硬件和软件的研发 简化制造程序三个核心 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 然后再通过不断降低售价的方式 让特斯拉的汽车 占领性能和价格两座高地 比如自研芯片和软件 以及一体化铸造技术 都遵循这个原则 在这种模式下 特斯拉的定价策略就是不断降价 将价格逼近到亲民的地步 以翠库拉朽的姿态 迅速占领市场 然后再用庞大的供应链 继续降低成本 不断反复 对于其他车企来说 技术好的没它便宜 技术差的性能没它好 都将特斯拉视为强大的对手 当然大部分人可能不信 其实在2020年初 特斯拉就是这么干的 他们在上海工厂全力生产后 两年内进行了四次降价 被中国的造车新势力们 形容为价格屠杀 不仅让中国汽车厂商 还乱很久 还把自家的粉丝都给得罪了 当时特斯拉的粉丝 恨透了马斯克 气得在特斯拉展厅拉横幅维权 按道理来说 自家用户都拉横幅了 你起码应该含蓄地回应表示一下 结果马斯克怼了他们 说不要玻璃心 早买早享受 完买有优惠 这就是特斯拉的策略 降低成本 低价占领市场才是目的 涨价反而会让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减少 对整个纯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不利 当然还有些人不信 没关系 我们再看看第二点 涨价范围 这次涨价是全球性质的 不止针对中国 美国也在涨价的国家之内 说明并没有实行价格歧视 自然也谈不上 专门割中国消费者的韭菜这个罪名了 最后这次涨价的不止特斯拉 还包括国产新势力和传统汽车厂在内 大部分新能源汽车厂商 总计有40多家车企 在不同范围内调整了价格 也说明特斯拉并非孤立 那为啥车企们要集体涨价呢 其实原因很复杂 有芯片短缺 通货膨胀 俄乌战争 大宗原材料涨价等 尤其是原材料的大幅度涨价 都快让汽车厂家们扛不住了 那这不涨价有多严重呢 我们来看张图啊 电池的主要原材料 碳酸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从5万元每吨涨到了50万元每吨 涨幅将近10倍 而正极材料镍和菇 也涨价了一倍左右 原材料暴涨 电池厂家也被迫涨价 成本压力就转移到了汽车厂家的身上 汽车厂家们又将它 涨价到了消费者身上 看到这边啊 你是不是觉得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 不 比我们更受伤的是整个纯电动车市场 因为这一次涨价 揭开了纯电动车粮油不齐 路线之争 原材料战略的三层遮羞布 而且啊 一层比一层厉害 带来的影响比所谓的特斯拉割韭菜 还要严重 不管是特斯拉 还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乃至中国的能源战略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悲观一点的人甚至还担心 纯电动车何时才能取代燃油车 它真的能顺利取代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都在这一次的涨价中 它揭开了第一层新能源汽车 粮油不齐的遮羞布 就是加速车企的优胜略态 未来 中国新能源汽车将面临一次重大洗牌 就看我们的车企们能不能顶得住了 如果顶不住 那么那些靠补贴挣钱 或者质量糟糕的车企 很快就被淘汰 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有技术 有实力的车企 这可不是我在胡说啊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种洗牌已经发生了 比如三月份以来 多家头部车企涨价 背后的原因就是缺芯少电 也就是芯片和电池生产的速度 跟不上销售的速度 这种现象产生的后果很严重 芯片是汽车智能化的关键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这两者都很关键 他们的供应出现了问题 车企们就会各显神通 争夺这些配件 那么 什么样的车企 才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芯片呢 当然是那些资金越多 供应链整合能力越强的企业 会脱颖而出了 而那些实力弱小的企业 则会逐渐慢慢掉队 一旦车企掉队买不到零件 就会拼命想办法自救 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有良心的车企会延后交付车辆 花点钱送点礼物啥的 稳住消费者 比如小鹏汽车之类的 而有些黑心的车企 则会以次充号欺骗消费者 比如前段时间欧拉换新门 就被爆出假冒高通8个CPU 还有一些车企则靠虚假宣传 来谋取销量 消费者想买却买不到车 更买不到好车 你说他能长久吗 肯定不能啊 所以新能源汽车的投诉量 在一年之内翻倍的增长 我查了车质网的数据发现 新能源汽车投诉问题的前两名 就是宣传不服和提车男 尤其是提车男 投诉量整整翻了30倍 都是因为零件缺失 汽车生产不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 车企零缺或缺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说 它会面临一次大洗牌呢 其实在10年前的山寨机上 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山寨机的诞生 其实要归功于联发科的 当时智能机行业刚刚发展 联发科就研发出了MTK芯片 可以将手机上的主板和软件 集成在一起 手机的生产难度变得非常低 只要购买零部件 然后委托代工厂 就可以生产出一部智能手机 中国供应链为山寨机的爆发 提供了契机 加上手机属于高科技项目 很多企业就蜂拥而入 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品牌 中华酷联 小辣椒 天语 精力等等 这些手机品牌 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以超长待机超大音量超低价格 占领了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 满足了很多人的手机梦 但是质量层次不齐 虚假宣传也是比比皆是 消费者看到就头大 和现在的新年元汽车乱象非常相似 在山寨机鼎盛时期 华为于成东就曾预言 未来手机只会剩下3到4家 当时央视业出了一个叫 揭秘山寨机的节目 揭开了山寨机产业链的遮羞布 山寨机很快就被千夫所指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压垮山寨机的并不是这块遮羞布被揭开 而是比它更擅长整合供应链 实力更强的华米OV的出现 他们通过整合供应链 将高端芯片牢牢掌握在手里 不断挤压山寨机的市场 以前山寨机一部能挣200块 后来一部只能挣10多块 利润越来越低 自然就没有人愿意继续干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活了 山寨机的彻底洗牌也成就了华米OV 在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他们全部成为世界级别的手机巨头 我们再来看看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虽然与手机不一样 产业链更加复杂 但是在供应链的本质上 其实是相通的 行业都处于发展初期 企业良悠不及 质量问题非常多 也同样对供应链的争夺非常激烈 这种类似情况几乎是山寨机时代的翻版 中国车企品牌太多太乱 一次大洗牌不可避免 未来车企的数量会下降 但是质量一定会上升 优胜劣汰注定是残酷的 未来是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时代 如果中国车企足够努力 在未来或许如同手机里的华米OV一样 在竞争中树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走向世界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成长 那么在这场竞争中 则会被传统的国际汽车巨头们 追赶并且反超 再次失去发展的机会 然而这还不是新能源真正残酷的地方 新能源的另外一块遮羞布 锂电池被卡脖子 这个问题比收割消费者韭菜更加严重 2021年比亚迪的王床福说 中国不能从被石油卡脖子 转变到被稀有金属卡脖子 当时很多人嘲笑他 说他是为了推销自家的磷酸铁锂电池 是将一个被淘汰的技术 包装成了新的故事 然而现实却狠狠打了那些质疑者的脸 时隔一年后 在今年的2月份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磷酸铁锂电池 装机量达到了7.8亿瓦时 增加了240% 而特斯拉和宁德时代为主导的三元锂电池 装机量只有5.8亿瓦时 王床福的预言成真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王床福说锂电池也会被卡脖子 网友又为啥说磷酸铁锂是过失的技术 咱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主流的动力电池 有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 它们都是磷粒子电池 由正负极和电解液组成 但两者的材料却不太一样 三元锂电池中的三元指的是镍、菇和蒙 它们是作为电池正极材料 而镍和菇 两种材料在中国的储量是很少的 全球镍储量排行分别是 印尼22% 澳大利亚21% 巴西11.5% 而中国仅排在第八位 仅占3%左右 每年有80%的镍消耗量需要进口 而菇的情况则更加严重 全球菇储量排行榜中 第一名是钢果金 占比49% 第二名是澳大利亚 占比17.5% 而中国以8%的占比排名第八 由于需求量巨大 对外依赖程度超过90% 未来还可能继续增长 除了这两种原材料 我们在锂资源上也同样严重 大概有70% 依赖进口 中国为什么要到非洲去买矿 顺着我们的企业为了矿石 不得不相爱相杀 其实都是资源不足造成的 本来 中国搞新年元汽车 就是为了解决石油短缺 造成的卡脖子问题 但是 现在锂电池的原材料不足 出现短缺 甚至将来还可能卡住我们的脖子 对于我们以及世界上 其他的科技强国们来说 锂电池原材料变得和石油一样 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 都在进行一场艰难的争夺战 锂资源丰富的玻利维亚 阿根廷和智利 正在讨论建立一个锂资源输出组织 争夺锂资源的话语权 就像欧佩克掌握石油的话语权一样 而老美的登哥为了锂矿产 尽快投产 直接从法律上简化了采矿的审批流程 并且鼓励美企在南美 非洲 亚洲布局 不过我们的企业则更加疯狂 洛阳木业从老美手里 收购了钢果最大的孤矿 气得老美一直在骂人 宁德时代和干风里业 为了争夺加拿大锂矿 相爱相杀 互相截胡对方 紫金矿业也花了50亿人民币 收购了另外一家加拿大矿业公司 心理公司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中国企业 也在加紧收购国外锂矿 中国企业以一己之力 带动了整个锂矿的价格 在一年内涨了真正三倍 锂资源的争夺非常激烈 价格远远超过估值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选择继续储备这个战略资源 一旦国外封锁锂里资源 那么中国新能源产业 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所以我才说 中国的新能源战略 不能栽在原材料上 但是这些并非都是坏事 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玩家 正在扭转这种局面 他就是比亚迪 在动力电池上 关于哪个电池技术是沉电动汽车的方向 已经炒了很多年了 而比亚迪这次是真的翻身了 尤其是三月份 聂金属被国外资本做空 中国企业损失惨重 但是很多人却说 比亚迪和弯船服已经麻了 说实话这是有道理的 但并不全面 一方面 三元锂电池中 聂核估资源严重依赖国外 这次被国外资本做空 再次证明了稀有金属并不安全 而比亚迪一直坚持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它的正极只需铁和锂 并不需要大量的镊和菇 而且中国储量相对丰富 不容易发生极端的情况 但是比亚迪坚持走磷酸铁锂路线 揭开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第三块折锈布 原材料依赖进口 而比亚迪自己的原材料安全 是他们自己努力来的 甚至在磷酸铁锂电池被市场抛弃的时候 他们仍在坚持研发 最终开发出刀片电池 以一己之力挽救了这个技术路线 这里面的故事非常精彩 早期时 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主流市场 当时新能源汽车刚刚起步 主要扎堆在商用车领域 商用车看的不是性能 而是安全性和经济性 而磷酸铁锂价格低 循环充电寿命高的优势 很快就主导了市场 巅峰时 一度达到了7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 但在2017年后 三月锂电池实现了反超 这一年 国家主导新能源汽车 应该向更高质量发展 所以调整了补贴 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 不得不低于90瓦时每千克 同时只有超过120瓦时每千克的电池 才能享受到1比1的补贴 而当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的主流技术 都只有75瓦时每千克左右 几乎没办法享受到政策的照顾 于是市场就逐渐抛弃了磷酸铁锂电池 而是选择了能量密度更高的三月锂电池 它的正级材料添加了大量的镍 菇和猛金属 能量密度和续航更高 而且可耐低温 不过毅然易爆 并不是很安全 不过在当时政策和资本的引导下 三维锂电池的技术飞快发展 越来越多的车企和电池厂家 加入了这个赛道 其中包括宁德时代 特斯拉以及造车新势力们 三维锂电池的市场占有率 一度达到了76% 在它的加持下 新能源汽车的里程数也越来越多 300公里 400公里 500公里 甚至一部分神车 将目标对准1000公里 这个夸张的里程数 三维锂电池给市场带来了 无限的想象力 不论是车企还是市场反应 都认为未来的动力电池 是三维锂电池的天下 但是 就在这样一边倒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人一直在呼吁 一定不要重蹈石油覆辙 防止极端情况发生 这个人就是王床福 而他不仅是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的 比亚迪这些年 一直在坚持 磷酸铁力技术的研发 并且坚定地认为 他依然没有达到极限 前途依然可观 比亚迪承受的压力 其实非常大 有人支持他 说他是民族之光 但是更多的是不理解 认为技术需要迭代 比亚迪不应该停止不前 拥抱过失的技术 但是比亚迪却一直在埋头苦干 直到刀片电池的出现 才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刀片电池就是磷酸铁力电池 它的工艺比较特殊 采用叠片工艺 将电池做出一片片薄薄的电池组 然后组成一个大电池 每个电池组都有电芯 能量密度提升50% 搭载刀片电池的新年元汽车续航 可以达到605公里 超过95%的三维力电池的电动车 而且更加安全 2021年4月份时 比亚迪宣传全系采用磷酸铁力电池 7月份 马斯克宣布 特斯拉未来会有三分之二的车型 将搭载磷酸铁力电池 比亚迪成功实现复仇 而王床福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告诉消费者 我们有实力改变卡脖子的技术 实际上 比亚迪的成功远比解决卡脖子 更加有意义 三元锂电池其实并非动力电池的最佳选择 甚至还走了点歪路 因为地球上的稀有金属 无法满足动力电池的需求 锂电池之父斯坦利 就曾警告汽车产家 按照目前新年元汽车的产量 在三年内 南美锂矿资源就会枯竭 十年内 锂电池的原材料就会被耗尽 这里说的原材料 就是纸箍 要知道 中国2021年的新年元汽车年产量为 354万辆 未来三年 年销量将会达到500万以上 未来十年 年销量会再翻一倍 达到上千万辆 也就是说 未来锂电池的资源消耗将会越来越多 估的资源储量 无法支持锂电池的无需扩张 而比亚迪主导的磷酸铁锂 则给出了另外一种选择 目前高端市场 大部分还是采用三元锂电池 虽然资源和价格都是问题 但是性能却很好 少量实用不是问题 而磷酸铁锂就可以主攻 数量更大的中低端市场 多种路线齐头并进 才能解决中国被卡脖子的问题 更能解决新能源汽车的战略问题 好了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我们下期见